真是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 这打扮一下果然不同凡响 娘娘 您这是 你不用紧张 本宫这么做 就是觉得你特别像本宫刚进宫时的样子 所以就忍不住地对你好 对了 上次本宫送你的那件武衣还喜欢吧 娘娘恕罪 那件武衣不小心被我给弄破了 快起来 破了就破了嘛 反正这衣服也留不久 就像人的青春一样 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还记得前些日子 在前夕四所里死掉的那个绣女文月吗 坐吧 不不 娘娘 本宫让你坐 你就坐 她跟本宫是一起进宫的 可是本宫得盟圣宠做了义工主位 她却落得如此下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本宫知道青春短暂 一定要抓住皇上的心 哪怕只有一小段就够了 至少不应为下半辈子的生活担忧了 妹妹呀 本宫看到你 就像是看到过去的自己 因为本宫不想让你走文月的老路 想给你纸条名路 名路 你觉得皇上凭什么看上本宫 这还用说吗 自然是娘娘明艳动人了 这小嘴儿真会说话 宫里明艳动人的人多了 论起姿色来 那个文月都远在本宫之上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 我们每个人进宫的时候 都有一块绿头牌吗 皇上就是看着这绿头牌选人的 可不要以为这是由着皇上的性子随意乱拿的 很有讲究的 摆放在哪个位置 皇上的眼神从哪儿描过 总管太监的一个眼神暗示 这都是学问 冰宴 你把这个 交给养心殿的总管苏培盛 剩下的事就交给他办吧 不行不行 娘娘 你放心 本宫是不会害你的 本宫知道你心有疑虑 可本宫这么做 无非只有两个原因 这一来呀 是真的怜惜你 二来嘛 本宫年纪渐渐大了 皇上去景仁宫的日子也越来越少 本宫自己倒是无所谓 可小公主整日见不到皇阿玛 难免会被底下的人瞧不起 妹妹呀 倘若有一天 妹妹真的能拔得头筹 做了义工的主位 还请妹妹 看在本宫今日提携的份上 多提点一下我们母女 本宫就感激不尽了 谢谢娘娘 谢谢娘娘的大恩大德 玉叔 莫齿难忘 今儿天可真够热的 你们还闷在这里埋头苦干 可真够辛苦的 得 今儿太妃娘娘赏我一些苹果 我已经放在门口了 你们去结结数吧 谢宁公公 苹果公公吉祥 李公公好 我听说李公公最近眼神不太好 总跑错地嘛 在内务府当差 就在内务府当差 怎么一不留神 跑到静视房来了 我还听说你拿着绿头牌 当成了内务府的板子 粗的细的游着你换 这传出去可是要砍脑袋的 嘘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别以为攀着高枝 就有恃无恐了 我打小跟着皇上长大 皇上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 今儿个哪位娘娘受宠 明儿个哪位娘娘临幸 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在这儿呢 我这两片嘴皮子一动 随时就能让绣女变成娘娘 也随时能让娘娘被打入冷宫 所以拜码头要拜对地方 苏公公 您知道的 在这宫里面 我最尊敬的就是您了 不过 主子交代办的事 奴才不好不办哪 这好办哪 你就跟他说你做了 但是被我发现了 我呢 念着他的身份 刻地网开了一遍 他这一看打草惊蛇 就不敢逼着你 干不该干的事了 你不就解脱了 还是苏公公您高明 那奴才先撤了 我救你一条命 又给你一张脸 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我成什么了 苏公公 给您的 你这小命就只这点啊 这出门匆忙 没带那么多 这不有笔和纸吗 来 写个欠条再走 这 这 写 马上就写 这个您先收着 对了 把这个指使你的人 也写上 万一你有一天 挑拨离间 陷我于不义 这张纸 就会出现在 皇上的眼皮底下 写 奴才教训奴才 让姑娘您见笑了 您的心意我明白 您那么大手笔 我要是做得不好 那也太不识相了 来 这哪个是您呢 这个 这个 谢谢公公 嗯 得 得 嘿嘿嘿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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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 要到这里来 我不想玩了 我要回宫去找冰宴他们躲猫猫 哎 躲猫猫有什么好玩的呀 这里的东西比躲猫猫好玩一百倍 是什么 来 你看 哇 好漂亮 再看这个 哎 哇 好漂亮 嘿嘿 姨娘不会骗你的 好了 送给你了 拿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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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知道了 这两个玩偶啊 是通灵性的 他们不喜欢说谎的小孩子 我没有说谎 那为什么拿不下来呢 哎 这样吧 姨娘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呢 姨娘帮你把他们拿下来 好不好 嗯 我问你啊 昨天 你为什么会掉到荷花池里啊 我 不许说谎 说谎了 这玩偶就拿不下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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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 额娘跟我说我到河边了 就自己跳到河里去 然后就跟别人说是你推我下去的 你快把我拿下来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那 玩去吧 哦 去玩喽 皇上 您都听见了 臣妾可不会平白无辜地诬赖人 来人呢 奴才在 锦仁宫婉嫔 因嫉妒成性残害小公主 她不配做一公主位 从即日起移至冷宫 没有朕的旨意 不许她踏出冷宫半步 这 放开本宫 放开本宫 本宫要见皇上 你们这些该死的奴才 放开本宫 我倒是谁呢 敢在宫里这么叫嚣 原来是婉嫔姐姐呀 是你陷害我的对不对 一定是你 瞧你说的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我不过是把你女儿 带到皇上面前 让她说了几句 真话而已 你这个贱人 本宫跟你拼了 迟至今日 你不过是个被废的人 居然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知不知道 本宫随便一句话 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本宫告诉你 本宫在这宫里 榻的地儿比你多 住得比你久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搬到本宫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顺兴万变的事情多着呢 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这个不用姐姐你提醒我 妹妹自然会小心谨慎 如履薄冰 打起十二分精神 把该防范的都防范到了 比如说苏陪圣 再比如说 那个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 玉树姑娘 我知道 姐姐想通过她们有个翻身的机会 可惜呀 那块绿头牌 恐怕永远都到不了皇上的手里了 你这个贱人 你的心地这么狠毒 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你 戴走 你等着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你早晚会落到跟我一样的下场 来 苏公公 您受苦了 娘娘 您这是干什么呀 奴才要是犯了错 应该由皇上和内务府来处罚 还轮不到到后宫来受刑吧 哪儿的话呀 本宫只是想请公公过来坐坐 可是呢 怕你不给面子 就跟公公开了个小玩笑 来人哪 松榜 喳 好 刚才你们几个绑着我 胆挺大呀 娘娘 奴才养心殿还有事 就不在这儿陪您开玩笑了 哪天得了空再向您陪不是啊 站住 你们都退下 是 本宫听李庆喜说 苏公公好大的排场 后宫嫔妃的生死荣辱 都攥在你手上 你想翻云就翻云 你想赋予就赋予 而我们就是案板上的肉 没有反抗的余地任你宰割 苏公公 是这样吗 我说呢 原来是李庆喜这个兔崽子 他是不想活了 本宫看你是不想活了 区区一个太监 竟然敢在本宫面前撒野 莫非在你心里 觉得皇上跟你比跟本宫还亲 用不用本宫拉着皇上问一问 看看咱俩 谁在皇上心里占的地儿多 娘娘是娘娘 奴才是奴才 娘娘跟奴才斗气 是不是有点失身份了 知道是奴才就好 李庆喜的供词趁早交出来 还有那个玉树姑娘 她的绿头牌本宫就收下了 你就当没她这个人 娘娘 您要是想收拾我苏陪圣 其实很容易 但是我从小进宫 我是跟皇上一块长大的 先不说皇上心里怎么想我 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我把话给你搁着 不管你信不信 就你那破绿头牌 一辈子都挂不上去 你 我说苏公公 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 何必这样斗来斗去的呢 你扶持那个玉树姑娘 你扶持那个玉树姑娘 无非是想在宫里有个靠山 本宫拉隆李庆喜 只是希望圣宠不衰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要舍尽求远 不能联手呢 奴才不是没有想过 可奴才怕万一有一天 把您给抬上去 你已经要把奴才给踢走了 奴才这不是 偷鸡不成十八米吗 都说宫里的太监 个个儿惊得跟猴似的 之前还没有发觉 今儿个听苏公公一席话 果真不假 你手里不是有李庆喜的供词吗 有了它 就等于有了本宫的把柄 本宫就算再厉害 也会投鼠忌器 卖你份人情 这样一来 不是比那个玉树姑娘 来得稳妥吗 娘娘还说奴才呢 娘娘也惊得跟个猴似的 这么说 咱们成交了 奴才还急着 给皇上送了一头牌呢 送晚了 娘娘就得去阎王殿找人去 苏陪圣 对了 娘娘夸奴才聪明 奴才也不能把自个儿 当傻子呀 俗话说得好啊 叫什么来着 爬树得捡高的爬